哈喽各位小仙女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啦 那么大家就请跟我进入我一周吃什么 还有一些近期的内服产品的开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分享过一期内服产品的分享 那么这一期呢我是又有一些新的产品想和大家做一个开箱 就是我先给大家做个开箱 然后后续我吃了之后再和大家分享它到底好不好用 然后这些产品是我和大雷一起选的 就我们两个研究了一下 觉得这些产品对我们来讲说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对我们现阶段来说比较适合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内服的东西就是这个牌子的胶原蛋白 这个牌子的胶原蛋白呢是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 因为我朋友它是一个干皮 然后它前段时间长了很多痘痘 然后就痘印什么也留了一些 然后它有用那些 我不是给它推荐了那个富尔加吗 就富尔加白膜 富尔加白膜用了之后它觉得非常好用 就后来我也推荐它了富尔加黑膜和胶法尔那些 但它说都是没有那个富尔加白膜好用 所以我觉得护物品这种东西个体差异者太大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除了用面膜之外 他还买了这一个胶原蛋白 然后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我不会读 反正是一个法国的牌子吧 然后他们家的这种内服产品 其实是蛮出名的 他们家的那种看糖丸啊 然后什么胶原蛋白啊这一类的 好像都挺出名的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个那个胶原蛋白粉 然后它是巧克力味的 我平时就用它来泡水 然后你们前面视频看到那一个配三明治的 那个饮料也是它 就是我会泡它 然后放一些冰块 因为胶原蛋白 其实如果你没有加味道的话 胶原蛋白是蛮难喝的 就是线 所以说现在很多牌子的胶原蛋白 都会做一些味道 然后日系的还有一些胶原蛋白 像明智的啊 然后像那个宝拉的 那些也挺出名的 但是宝拉的这种太贵了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买不起吧 就是一般就是条件的人都买不起 喝不起宝拉的那一个 然后明智的也有妹子跟我讲说 喝了之后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还没有去试 我就准备把这个喝完了之后呢 我再去试一些其他牌子的胶原蛋白 然后这个我觉得它蛮好喝 但它有个缺点就是 喝了之后会便秘 就是我是一个从来不便秘的人 我就是那一种 就是排便非常非常顺畅 一天至少一到两次的那种顺畅型的人 但是我喝了它之后 就是会便秘 就是怎么讲 就是也不能算便秘 就是排便比较困难 就是每天还是会正常上厕所 但就是有时候就没有每天了 就是比如说隔一天这样 而且就是感觉你的那个 就是比较干燥那种比较难排出来 然后我问了大人 然后大人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喝这个胶原蛋白的时候 你就要多喝水 然后多吃一些果蔬类的东西 就是促进你的肠道去给它那个 就是你懂的 然后就这个的话 我还觉得还蛮推荐的 我朋友当时说他喝了之后是 那个痘印消得非常快 而且就是结痂也结得比较快 但是因为我最近脸上还好 就是我脸上的痘印 也是一些比较成年的那种痘印嘛 所以我觉得就吃它的话 还是有辅助的作用的 因为我最近的皮肤 确实好像有变好一点 就是我今天热针化砖 然后拍照 然后我就觉得说 确实是没有像以前 那么就是感觉很暗沉啊 然后就很 就是很糟糕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的话还蛮推荐的 接着要说的呢 就是一个巨型的开箱视频啦 然后这个牌子呢 叫做My Vitamins 然后是在天猫有那个旗舰店的 然后他们这个牌子呢 是隶属于英国最大的一个 电商集团旗下 那个电商集团叫做The Heart Group 然后他们旗下呢 有那个Look Fantastic 那个网站 海淘网站嘛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彩妆品牌 叫做那个Elan Mosquart 然后这个牌子呢 就是我也不知道有读过对不对 但是他们家有个腮红非常出名 就是那个KT 就是我之前有分享过的 但是好像它是涉及政治问题 所以就我后来就也没有再分享过 他们家的东西了 就是那个Elan Mosquart 然后我觉得那个的话 就是这一些牌子 大家都是知道的吧 然后像现在我要分享的 这个开箱的这个My Vitamins呢 它也是他们公司旗下的 他们就是专注研究 这种内服产品的那一个牌子嘛 然后都是他们那种东西 都是英国直游的 就是你们去他们的那个天猫 也可以看到 它就是那种海外直游的那一种类型 然后我觉得游记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我和大雷就选了一些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产品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然后后续我们两个吃了之后呢 也会在公众号继续分享我们的使用感受 第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CLA共乐亚油酸 然后它这个呢 是我看他们就是官方的那个介绍是说 是那种属于纯天然不饱和的脂肪酸 是人类你自体无法合成的那一种脂肪酸 然后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你通过运动和一些饮食上的搭配条理 然后再配上这个的话呢 就是会对你的那个线条的塑造会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 因为它你吃它的话就是可以 就是跟饮食搭配可以降低你的那个体脂嘛 就是会更快一点 就可以起到一个促进协调的作用 我和大雷是最近一直在沉迷减肥中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选了这一个 然后除了减肥翻面呢 我还是比较对排毒感兴趣吧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身体会有毒素的人 所以我还选了一个苹果醋的这个鲜体片 然后它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美容素体软化血管沥干行酒增强免疫力 促进消化吸收 然后看老看疲劳 然后大家都知道喝苹果醋的话 是就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嘛 然后它是属于那一种胶囊类型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吃起来会比那种喝的会方便携带一些 就比如说你要出门的话 你就放在一个小药盒里面 把一些要带的东西带出门就好了 然后这个具体的那个后续的使用感受 我后续再告诉大家 接着要说的呢是要用活性碳 就这个产品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排毒 然后降低毒性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 然后还可以对负占气腹泻 呕吐耳心以及一些减肥 你就消肿存在问题的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它后续的效果它就等我吃完了再告诉大家 接着要说的一个呢叫做秀肠女丸 然后它主要是用于增加发量改善肤质 然后指甲和皮肤 主要成分是维生素就是有维生素C 新美C和MSM 然后就是它其实它的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可以改善掉发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的指甲比较脆的 你就可以吃它 然后我和大雷都比较感兴趣 特别是大雷 因为大雷最近脱发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都选了这一个东西 它里面还添加了 它里面还添加了竹子精华 月菊精华一些成分 就是成分上是非常好的 还选了一个排毒的就是这个绿藻精华 它的主要作用呢也是促进你体内一些毒素的排出 加快你的那个排毒和新陈代谢吧 接着要说的呢就是一个白云豆的那个精华了 它就是那种烫水化合物阻断剂 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一些淀粉含量和弹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 在吃之前你就可以先吃一个这个 就比如说你去聚餐或者是去干嘛之前 你就可以先吃一个这个 吃一粒 然后就是你就可以去吃那些了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延缓它的那一个分解和吸收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很感兴趣的 就是如果它真的有效果的话 那不是很方便吗 接着要说的呢是一个复缓子精华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抗菌消炎 降低血压及抗过敏 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 然后增强皮肤毛细血管弹性 就是起到一个美容养颜的作用嘛 复缓子精华呢它含有那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就可以 防止你的视网膜受伤啊 最后一个要说的呢就是复合维生素 我为什么选择复合维生素呢 因为如果说你每天要吃维生素ABCD的话 就是你要吃好多粒嘛 然后如果你是选择这种复合类型的话 你就吃一粒就可以了 像大雷他就说如果你要补充维生素的话 你不能只吃维生素A或者维生素B或者维生素C或者维生素D 你就是要全部一起吃就是鞋同一起才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想说那就选一个这一种复合类型呢会比较好 就你吃一片就等于吃了维生素A 好以上这一些就是我这一次海淘然后收到的这一些内服产品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和大雷都会到时候都会在龚州汉山做一个我们吃了之后 它的具体的效果是什么的分享 然后在这个你们去天猫它是有旗舰店的 然后在旗舰店里面呢它也有那个就是你们如果要去买的话 就是去备注暗号的话会有一个优惠的那个券 但是这个券我是不收取任何利益的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他们有提供给我一个这种优惠的去回汇给你们 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然后那个优惠的我会打在评论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他们的天猫公网看一下 反正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自己做饭啊 然后自己做吃的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再搭配一些这些内服的东西 就希望对自己的身体能起到一个排毒 就就希望对自己的身体能起到一个促进排毒 然后健康饮食的那一种效果吧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对...